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 希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 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SIM 提供来自美国 英国和澳洲 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 学业成绩表现优异 还有奖学金 详情请搜寻SIM Global Education 亲爱的 放假了想去哪里玩呢 快带我去宜兰玩 现在只要周日到周四 入住春游专案的旅宿店家 每晚补助500元 另外凭住宿凭证 到县内观光工厂 休闲农场 博物馆 与温泉产业等配合商家 还可再折抵消费500元哦 那还等什么 现在就去订房 名额有限 快去宜兰尽头哦 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 宜兰春游补助专区 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接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 股票市场千变万化 要如何抓住标股趋势 就让综横股海多年的股市罗宾汉 罗文斌分析师 带您解开致富的关键密码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半 即晚上十点钟 欢迎收听股市罗宾汉 生活中总是需要不断地做选择 何不先选本好书 让你的生灵更自由 欢迎走进阳光选读 回到节目当中 来到礼拜三的阳光选读 我是小鹿 那今天呢 我要介绍这本书 有一点点的后 而且是翻译书 那最重要我觉得是 要重新去看下你的内心世界 当你悲伤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让你的心情调适过来 或者在你人生 可能遇到一些伤痛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让他好像已经抚平 看似抚平 可是实质上 每个人对于悲伤的 这些疗伤的时间点呢 是不太一样的 到底多久才算正常 或者到底是不是真的 要走出悲伤才算是 人生的 所谓大家强调的正能量 那今天呢 我要介绍远流这一本翻译书 没关系啊 是悲伤啊 那么同样的 我也邀请到远流的企划 沈佳月 起大早要来跟我导读这本书 佳月早安 早安 各位心中朋友大家好 是 这一本书是翻译书 作者是梅根德凡小姐 是 来 要麻烦佳月 先跟大家来聊一下 作者的背景 好的 没问题 事实上我们这本书 它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的作者梅根德凡 他本身不仅仅是拥有 智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 本身就是在 就是在心理的 像是专业领域的人 对 没错没错 那事实上呢 他本身也是作家 也作家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叫做悲伤关怀倡议 这很妙耶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 他本身除了有这个专业之外 他自己人生的际遇 也是因为他2009年的时候 他的伴侣因为意外离世 所以他自己结合他的专业 加上他当时的情绪 所以他就成为了 所谓的悲伤支持者 他也有成立一个网站 Refuge in grief 就有点像 如果指引到悲伤难民 就可以在他的网站里面来看看 可以如何帮助这些 深陷失心痛苦 或者任何想要帮助的人 对 因为嘉远你刚好提到 虽然他是拥有心理学 就是专业的人士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可是他当他真正面临到十年前 他的挚爱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更能够感同身受 就是说我实际上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可是当他遇到了就是人生这样极大悲痛的时候 他怎么运用他自己的专业来帮助自己这件事 然后他开始去了解到成为悲伤的支持者 或者说帮悲伤者度过所谓不管多长多短的时间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很必须的 对 尤其我相信以他原本就在做这方面的专业角度出发 他自己遇到这些事情之后 他一定也察觉到 有些事情其实跟他过去职业经验不太一样 因为你自己本身更是悲伤者 沉浸在这个情绪当中的时候 而且当然他持续伴侣这个痛苦非常的强大 那他在这样子的历程底下也重新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不断地告诉别人或者是不断整理他自己的情绪 也才能够那么设身处地的写出了这一本 没关系是悲伤 对 就像我们这个副书里面也有提到 我们这本书它是只是悲伤的真相 那他也是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学习守护自己关爱他人的一个情绪照护 对 好 那这一本书一开始 我相信悲伤这样的感受应该是每个人都有 只是说可能程度上面每个人生阶段都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可能真的小到就是 你知道我小侄子曾经因为他家的鲸鱼死掉 他就大哭 那时候他才小学六年级 可是我们真的觉得他已经小学六年级 为什么他有这么这么大的悲伤 因为不是狗狗 我觉得狗狗可能每天还会跟他玩 对 我小学六年级也曾经因为我妈把我的三轮车 觉得我没有用了拿去丢掉 然后苦力都玩 这个事情我相信他好像不是 因为悲伤好像没有办法这样 对 没错 没错 他不太是做一个误件 但是他就是要告诉你 做这么一根小姐 他就是要告诉你说 当你已经开始内心有了这个感受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整理自己 或者说你是旁边的这个关怀者的时候 你要做比较好的一个面对跟陪伴方式 对 像事实上这本书 我相信也是可以让大家先有一个想象 他也不是只对那些真正悲伤的人正在说 要告诉他们说怎么走出来 怎么样变得更好 事实上这些人他们在当下也许没有那个多余的力气 要去看这些书 或者是听你多讲那些话 因为他已经在他的情绪底下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书其实更适合 就是你身边有呈现这个悲伤状态的朋友 你不知道要怎么帮他 你会不会觉得怕有时候又多做多错 那你可以先参考一下我们这本书里面的说法 我觉得蛮好的是 他确实在里面感受到是 当你想当一个关怀者 不管他身旁现在痛苦的是你的至亲 甚至是你的好友 你的闺蜜 甚至有的人会因为他只是 不是很深的同事朋友 但是看到他这样的痛苦的时候 也有感同身受 想要做点什么 想要帮助他点什么 但是大家都适得其反 反而做了一些让对方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这本书一开始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其中一段 第一个他就提到说 我们身为人 其实没有人真的能够代替你过你的一生 然后代替你去面对你所感受的一切 那么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去过完一生 所以我们绝对会经历过快乐 悲伤失去 那这些悲伤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觉得你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爱是什么 还有失去 就是说这些感受你能够深刻的去感受着的时候 那就表示你至少是很真实的活着 那么承受痛苦的人 他也提到说 其实人家说很多时候快乐 绝大部分没有办法让人更快的成长 但是当人在经历挫折或经历痛苦的时候 你会得到更多的智慧跟成长 那我觉得作者梅根小姐 其实他很类似提到这件事 他也提到说呢 其实往往承受痛苦的人 就会开始拥有一些需要 在他人生阶段的智慧了 所以社会有些时候会太回避一些感受 甚至有些人就像我刚刚在 还没有跟你连先之前就提到 这几年大家都在提到的 你要有更多的正能量 你不能那么多的负面情绪 所以梅根小姐她其实在书里面 她也就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到底悲伤这件事情 难道真的都是坏的吗 对 那我相信 我们这本书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跟自己悲伤的情绪相处 那所以我们的书名才会叫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你这个情绪就算是现在你身陷其中 那事实上真正的问题 并不是说你要赶快走出悲伤 而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这边介绍的一样 就是这是你一个身而为人 一定会遇到的情绪反应 那是很正常的 它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人 可以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这么做 你应该要想办法去学习 跟自己的情绪相处 那书里面也提到了很多方法 那尤其也是有提到说 就像我刚刚有讲到 如果你是一个想要避雷的人 不知道怎么样跟悲伤的人 朋友相处 那你其实可以看书里面 他有提供一些说法是还蛮常见的 例如 例如我觉得书里面有其中一个段落 他讲得很好 那这个章节叫做句子的下半段 为什么安慰的话让人感觉这么糟 真的 对 经常被人家这个安慰 结果就想说 你这个说什么 就会觉得说你可不可以闭嘴 对没错 你不要再说了 你至少我觉得你安静一点 我觉得我反而会好过一点 没错没错 这应该很多朋友都感同真受 然后他在书里面也提到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 当别人这样的努力安慰你的时候 你也知道他出于好意 可是为什么你会感觉这么糟呢 这么难受 对 因为事实上他里面有提到 一个蛮核心的观念 就是说 这一张是真的不能比较的 那你如果用这种 这种有很多人的安慰方式 就好像是说 假设你真的 比如说你失去了自己 他可能会说 我去年的时候也真的要怎么样 家月我们靠近一下话筒 好 就是你可能也会说到 你以前好像也有类似的经验 那甚至有的人可能更糟糕 他讲的是完全另一个次元的事情的感觉 比如说你可能是自清走了 但是他突然之间跟你讲说 他前阵子分手 然后还什么 那这你就心里面当下 当然会觉得说 那所以你现在是把我的亲情 跟你的这个东西拿去做比较吧 你怎么知道我有多痛苦 那所以这种事情 其实会带来一些很可怕的 后续的影响 你就变成你安慰不成 结果你反而好像是在跟人家比赛 说谁比较悲伤 然后落入一个悲伤竞赛的状况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妥的反应 对因为你一直因为现在当事人他已经很痛苦了 对 结果你还在告诉他谁最痛苦 所以我觉得最常有的劝劝的 悲伤大概我觉得绝大部分最最痛苦的 大概一种是至亲离开 对不对 另外一种是失联 至爱离开 对好那你刚刚提到这一个悲伤竞赛 确实时常就会听到你的闺蜜 或者你的好兄弟就会跟你讲说 你知道吗 你这个还不够惨 对 我上次可能被他劈三腿 然后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比你更糟 你看我有怎么样吗 或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就是 尤其是男生互相在gay的时候 我觉得还可以开开小玩笑 可是如果说你每次你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悲伤的 人家说他说奥运会 对 这种比较方式的话 其实到最终你还是没有办法帮到他 因为他在那个悲伤的痛苦之中 就像梅根小姐他在里面写到说 悲伤不是说他不理智 听清楚哦 他说的悲伤不是一个他陷入于不理智的状态 而是他要提到说 悲伤其实就是一个心灵层面的 悲伤的中心 他就是一个哭号 他就是需要感受 然后需要去呈现出来 然后他需要更真实 你不要让他永远去修饰 甚至你觉得你这些安慰的话 就是要提早让他进入正能量 对 对 所以我想他这里面 其实后面也有提到一个蛮关键的部分 就是你除了不能够去做这样子的比较 然后或者是竞赛看谁比较惨 以外 很多人他可能讲到后来也发现说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 然后就觉得好像你走不出悲伤都是你的错 这叫做检讨受害者 对 经常就是检讨说你为什么已经过了半年了 还这么样的不振作 你看看谁谁谁怎么样了 那你现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事情也是很可怕的 对 这些确实更加重这些悲伤者的内心承受 对 那我补充一下 因为像在里面梅根小姐她有提到说 可能我等一下念到这几个句子 都是你曾经安慰人家安慰错的话语 第一个她就提到说 你会说至少你们曾经拥有过这么多回忆 对 或者说你会说你可以再找另外一个 或者你就再找另外一个人再生 再生另外一个孩子 或者就会提到说 你知道了至少跌这么一跤 你知道现在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了 你知道我看到第四句 我刚念的这一句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妙的 因为以前会觉得说 至少你再告诉他就是 人生不是学 不是人家说人家不是学到就是 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然后我觉得第四句就有点像 就是说你叠交了 但是你至少学到了一些 分手的智慧等等的 或情感的智慧 可是梅根小姐她就觉得说 这句话其实你也少说 对啊没错 你不要一直告诉他说 至少你知道生命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啦 钱 这是我刚刚提到说 像我们这个张姐讲说句子的下半段 它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让人家感到冒犯的原因 实在这个安慰的方法实在太肤浅了 你一开口人家就知道 他的下半段其实是要说的 就是你不要再难过了 对 他说其实我刚念到这几个句子最后 他说其实背后的OS 没有说出口的话 他都提到说 其实你只是一指一指的不断在告诉对方 你不要再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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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对方现在正在释放他的感受啊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状况就 就是比如说当大家都来关心你的时候 我想这种被安慰的经验可能大家多多少少 都会有过 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哪些人一靠近你 就是他摆明着就是要来安慰你 那安慰你 你可以单纯的就是陪伴或者是 讲一些轻松一点的话吧 我在讲 那我们其实很怕就是遇到那种 突然出现要跟你讲很有建设性的话的人 马上告诉你说 可以去怎么做啊 对好像真的就带着SOP来 然后觉得你照着他的逻辑跟话语去做的话 你很快就可以离开这样的悲伤情绪 对对对 所以 那个当下都真的会觉得说 其实我都知道你想干嘛了 但这个好意好像有时候又很难 有些人又不太懂得拒绝别人 结果反而让大家就是变得更糟糕 所以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 梅根小姐其实里面她有提到一个捐滴式的病理学 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人在面对悲伤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是戴上一个比较庞大的现实的眼罩 那绝大部分的病患就很像沉痛的悲伤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是完全在面对悲伤的观点 以一般人来看都会觉得这完全都是负面的 都是不好的 然后他觉得在主流的价值当中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的主流价值当中 我们的悲伤好像你不应该显露出来 尤其是男生 然后没有容身之处 这样的痛苦好像连一点 就是存在的空间都没有 如果你一直让人家感觉你是比较悲伤 甚至是悲 有些人甚至就会说他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对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就不要靠近你 然后就觉得悲伤就是一件很不OK的事情 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就是装潇洒 或者说装乐观 或者说装他每天都是喜欢这些开开心心的言语的时候 我觉得这某一层面对于心理学来说 这是更加担心的事 没错 对 梅根小姐她有在提到这件事 对 就是说当你痛苦悲伤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太过掩饰 这还是回到那一句我偶尔都会讲 喜怒行于色吗 还是喜怒不行于色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 就是说在发生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 你可以适时的表达出来 我觉得当你真的很不开心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真的不要再勉强自己微笑 对 因为这真的反而会有 这不只是反效果 我相信这个会带给你身边的朋友 反而更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 他始终不知道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说到这一段 我顺便分享一下蔡康永先生 前任子在接收一些媒体采访 因为他出了很多说话之道的书 对很多人就问他说 他也认识这么多名人 就是在他认识的名人当中 是不是志玲姐姐的EQ最好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志玲姐姐的情商 智商 都是很高的嘛 其实你知道吗 蔡康永先生 因为他都算熟 他也对小S也很熟 对不对 然后没想到他回答出来说 如果你真的要 要我选一位 我认识的公众人物之中 我觉得他情商 就是说 他是真实的展现自己 然后他情商也算高的话 其实他首推周杰伦 对 因为他就回答媒体一句话 因为大家很压抑说 为什么不是志玲姐姐 对不对 他就提到一件事说 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看到 他的阴暗面 而我看得到 然后我看到他只能压抑 就是说他觉得 他只能自己默默的压抑 或消化下来 可是他觉得 这是一点都不健康的 然后后来他就举例了周董 他说其实在 他还没有结婚之前 时常会被狗仔惹毛 对不对 然后偷拍 甚至砸相机 跟狗仔对抢 对杠等等的 但是他还是提到一句话 周杰伦 他在很多状况 人无可忍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适度的表达出 自己的内心感受 对 那身为 不管他是念电影的 或者说他也修了 心理的相关的专业领域 他真的觉得 这样子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情商 要健康一点 对 因为他觉得 你真正某些程度上面 你适度展现了 人该有的情绪 所以他就很 他就只开玩笑 他说志玲姐姐 对 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 是一个永远很nice的人 对 他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他不是这么的羡慕他 然后有些时候 他觉得他活得有点辛苦 没错 没错 这也会有一个 算什么反作用力吗 对 就万一你有一天 被拉下神坛之后 对 大家对你的不谅解也好 还有你对你自己的责怪 我想那个反作用力 可能都会来得更大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 人其实毕竟 毕竟是有情绪的嘛 对 当你哪一天 可能你家里的私事 个人的情感 然后都挤压进来的时候 再加上公众的 这些工作上的压力来的时候 你难保有一天 你可能在某一个moment的时候 你撑不住 然后你可能只是小小 发了一点脾气 是的 我觉得那个当下 可能再加上媒体一渲染 对 那个可能就像你说的 那个回馈的反作用力 你可能反而更承受不住 但是你可能会一直问自己 就是说 我不过就是告诉你们 我现在我没有办法 回答你们这么多的问题 对 我需要休息 我需要安静 对 我不想面对尽头等等 对 这次我想 所以这事情也不光光说 是你怎么应对 对 它的源头还可能还是回到说 我们还是要了解自己 现在的状态 对 那我想你能够先做到的第一步 应该就是 像我们书里面反复提到 你可以指示你的悲伤 指示悲伤 状态 对 对 那你可以不要把它当成 是要赶快摆脱的东西 因为你越是觉得 它要越快地摆脱 这个压力 不论对你自己来讲 或者是别人造成的压力 你反而 我要花更长的时间走出去 因为你不知道 真正造成你现在悲伤的原因 是什么 OK 好 那今天阳光选读呢 我选了这一本 源流出版的翻译书 没关系是悲伤啊 我想这很多人看一些 剧场对不对 对 我觉得很熟悉 但是我觉得 源流可能想用 更口语化的方式 跟接近生活的 这样的翻译的 书名 让大家去了解到 悲伤这件事不是不好的 而且梅根小姐 她藉由她的人生历练 还有她的专业领域上面 跟大家来讨论 悲伤这件事 我觉得就像 我刚刚在预告的提到 她其实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悲伤 其实就是一种爱的形式 如果当爱 我们从来不要去问说 她的尽头在哪里 她的数据 她有一种量化的方式 爱从来不需要去解决的话 那她就提到 在人生之中 如果你遇到悲伤的话 你从来也不需要觉得 你需要有一个时间点 然后就 她应该解决掉 她觉得这件事情 同样的 因为悲伤是另外一种 爱的延续 那广告回来之后 我今天call out 给源流的企划 沈家月 家月在线上 跟我导读这一本书 我们广告回来之后 来面对一下 她有提到说 第一个 当然 她没有试图 要修复你的悲伤 但是她告诉你 你要怎么去面对自己 这个悲伤的状态 你的心里怎么了 或者说 有些时候悲伤跟焦虑 对不对 这个状态要怎么去处理 然后最后还有就是 如果你真的真心 想要帮助 现在你身旁 有需要帮助的悲伤的朋友 或家人 你该用更正确 更好的方式 你或许才能够 真正减轻这个悲伤 带给她的一些痛苦 你可以让她好过一点 对不对 对 没错 待会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跟家月聊 每个人都有很多 奇异的标签 奇怪的帽子 从内到外 却少了一个自己的样子 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 从黑到白 探路完美的气质 在别人眼里 多渴望的快逝 少了一个 我的样子 是别人的角色 还是自己的作者 是专辑的结尾 却是故事的起点 他已无所有 但是他富有你 不快乐 但是你很成功 每个孩子 成长到最后 都长出了被动的轮廓 我只管活着 不必最强 深情的耳语 炙热的能量 他的歌声 无需谁来代言 用深情的歌声 融化冰冷的眼神 炙热人声 观折 自我肯定三部曲 不管有多少 奇怪的帽子 成为自己的作者 不需要谁来 为我代言 休息一下 听广告了 在城市中心 景观动具围绕 在永和仁爱绿园道 三灰双紫星 灯高三十四层 得天下 离开旧城区 入席 永和仁爱特区 三灰双紫星 四十八至五十五品 零二八九六九 八八八八 群根靠谱 创意族谱展 即日起至六月九号 在西门町西本院寺展出 一起来探索家族渊源 各族群的姓氏起源与变迁 以及原住民的神话 活动免费参观 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长韩国瑜 高雄最大优惠最多的国际旅展来咯 五月二十四号到五月二十七号 在高雄展览馆展出 超多豪华丰富优惠的旅游方案 接在我们旅行工会国际的旅展 欢迎市民朋友们一起来 抢好看的 一个不敢扮演薛平贵王宝川的歌仔戏班 存在着大家都不愿提及的过往 您不能错过的经典大戏 音乐剧《穿儿》 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台湾原创音乐剧《穿儿》 六月一号二号台中国家歌剧院 等您一同深情回摇 购票请下两厅院 南台湾之声 南台湾之声 回到节目当中 礼拜三阳光选读 我是小鹿 今天选的这一本 是远流出版的翻译书 没关系是悲伤啊 这是一本翻译书集 我邀请到远流的企划 佳悦在线上跟我一起来导渡 哈喽佳 主持人好 主持人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谈到这一本 没关系是悲伤啊 作者梅根小姐 我们刚刚都谈了很多 他对于提醒大家 如果你身旁有悲伤的人 有需要去了解悲伤的时候 你不要只觉得 他永远是负面的 对 对不对 那了解悲伤这件事 当然很重要 或者甚至是崩坏的悲伤模式 但是最终你还是 就像你刚刚第一 要进广告之前 你有提到的就是 梅根一直在讲说 最终你要学会知识悲伤 没错 这个你跟悲伤的话 的一个相处的模式 是我们都觉得 这是其实是一个 很私人的经验 对 这个个人经验 他不只是不能够 用来比较的 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那同时他也没有办法说 他一定有一个明确的指示 说你非得这么做不可 然后不能这么做 所以他事实上 你还是得找到说 一个支持你自己 去认识你自己悲伤 然后自己去面对 这个情绪的方法 对 那书里面其实也是 有一些做法 他可以让大家就说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 悲伤的情绪的话 你大概可以尝试 用哪些方式 对 那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就是有提到说 他有讲到 你可以做一些 如果你真的当下 情绪很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先想办法 把自己偷开来 但是你可以先去念一些 先想一些感觉 没有意义的东西 那佳悦我们声音 要再大一点 好好 就是比如说 你可以去想一下说 这个假如说 你现在在这个状态底下 你可以先去想一些 像你可以开始念下 路的名字 你刚经过哪些路 然后你 或者是你可以记录 你一整天下来 你大概做了 什么样子的事情 你的感受是如何 对 这些简单的记录 它都可以帮你 稍微拉出来一点 就不会只是在当下的 那个情绪底下 对 那事实上 我这本书 它也是一个 不太说 虽然我们刚刚 好像提到了很多的方法 但它也不是一个 纯然用理论 去谈论悲伤情绪 或如何相处的一本书 那因为我们的作者 他是用很抒情的笔法 来加入他个人的经验 那这也让我们 这本书 它的一个结构 它每一个章节 跟每一个故事之间 如果你 如果你现在的状态 不是很好 你可能只能够 专注个三分钟到五分钟 你当然没有办法 读很长篇大论的东西 但我们这里面的章节 它的设定就变成说 其实你稍微专注 一点点就好 大概我们每一个章节 都大约只做在 一千字到一千五百字左右 都可以随时的去 难怪可以分出 这么多小章节 对 这其实都是为 如果你是一个悲伤的痛苦的人 就是说如果 不管你是悲伤者 你想真正检视自己的悲伤痛苦的一些 可能你没有触碰到的心理状态 或者不理解的 甚至就是你没有看透的盲点 那其实梅根她想帮助你 在借由她的这些专业的领域上面 然后她也感同身受 因为她的十年前 她的另一半也离开了 她又告诉你是 我真的也跟你感受过 不同的这些内心悲伤 对 没错 所以像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段落它其实也是蛮适合大家 随时翻阅 然后去往下阅读的 对 因为你们最后一小篇章节后面 都会有试试这个 对 这些方法上面的 那她也有一些 她个人经验是告诉你 所以她不会有的书籍 她的调性可能比较 你会觉得作者跟你的经验比较远 或者是她自己一个 或者是比较理论派的 对 她就是SOP 然后心理医师就是告诉你 怎么样怎么样这么做吧 对 对 对 所以她里面 其实分享了一些个人经验 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例如 自己也是有类似的经验 家愿你自己到人生目前为止 你觉得最悲伤痛苦的是 发生了什么事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 就是一样的宠物离开 因为这也算比较近的事情 是一个朝夕相处的 那像她里面就有提到说 像这个她在难过的时候 曾经去过大卖场 那这个卖场的经验 这个就会不断的触发 她痛苦的记忆 那这个事情是 我想比如说 像我的宠物离开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触景伤情 那这个触景伤情 应该是大家都会 对 的状况 那因为我们刚刚 最前面有介绍到说 我们的作者 美根小姐 她是因为她失去了 她的伴侣 对 那她去了大卖场的那天 刚好就是情人节 哇 那感受更深了 对 那整个卖场里面 看到别人在那边 揉揉包包 然后什么 成双成对 对 然后做了广告话语 看到一堆粉红泡泡 对 很可怕的 那她在那个当下 就是非常的 情绪非常的重 所以她就觉得说 不行了 我赶快逃避这个地方 但是她 当她回到自己的车子里面 准备要走的时候 她觉得她要先处理一下 不然她这样的仓促上路 可能也会出乎事情 所以她就开始 开始找她的支持团体 看看这些人 有没有在线上 她的社群 就发现她糟糕 怎么办 什么都 就是她都在忙各自事情 没有人可以马上 给她这些回馈 所以她就只好自己开始 就像我刚刚说的 她开始念 她这一步过来的 经过哪些街 然后开始把注意力 分散在别人 转移焦点 让自己的情绪 至少先缓和一下 对对对 那状况比较好了 她才有开车回去 就是说到悲伤 书里面她有提到一个 就是创作 她说其实很多时候 有的人会开始去画画 有的人会去运动 有的人可能就是去旅游 不管就是说 她觉得你总是 在某些层面 都是同样的转移焦点 那其实她真正的目的不是说 要让你的悲伤好起来 对 就是说她不是很积极的说 你要赶快把这样的悲伤 负面情绪去处理好 而且她只是说 这算是 你的大脑 其实她有点在欺骗 你的大脑的意思 就是大脑跟内心 其实在你开始愿意去转换 然后甚至一些 创作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她说 有些时候我们的大脑 太过尽忠职守 对没错 会过了头 对对对 会过了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 之前有很多的 忧郁症的患者 然后医生在谈的时候 她就提到说 其实很多会患忧郁症的人 都是过度自律 是 你说她太逼自己了 就是她不能倒下去 她不能怎么样 然后反而会让大脑 太坚的状况之下 你反而会呈现出更多 更没有办法 让自己好好 正常过下去的情形 对我想她 就也许最后 都还是回到一个根源 就是你到底是面对 你到底是面对 别人的期待 面对这个外面的世界的要求 很想象 还是你回过头去面对 自己真正的情绪的样子 对 那她里面是 自然说有提到这些方法 那她自己也知道说 这个其实是给比较 你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 可以稍微 对 因为她其中有一段 那里提到 因为她挚爱离开 其实她也很难过 然后她自己终于 也能够感受到 就是说 在那个当下 事件正在发生的 进行事当中 很多人来劝你 很多人告诉你 要怎么做 很多人说你会怎么做 会更快的离开 这个悲伤情绪等等 她觉得全部都是狗屁 对 因为她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对 但这个当下 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你真的很难过的时候 像就是我想到 你当下很难过 你能哭就只能哭 你能够做一些 就别人觉得 她知道你现在很难过的事情 就是只能这个样子 你非得度过这段期间不可 那这是一些非常正常的事情 她也必须要马上摆脱掉 对 好 时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她有提到说 其实有一些算简单的简合表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能够更自觉的发现 应该和不该 对 像这也是我们这个书里面 一个蛮重要的设计 就是前面有讲到说 我们不是那么理论式的东西 但假如说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 然后或者是你很想要 赶快拿来就帮助你身边难过的朋友 那我们书里面有做一些整理 那里面就包括有刚刚讲到 这个应该和不该 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它是一个简单的简合表 那像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前面 一开始就说到的 你的悲伤是不能比较的 对 所以你不应该用你的精力 不应该比较悲伤 对 去比较 那还有一个就是 不应该去讨论说 你将来要怎么做 或者我们试着去想象说 将来会有多么美好 你如果这样去告诉 那个珍爱悲伤的人说 将来可以怎么样 什么之类的 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而且他也提到说 不应该一直提出解决的方法 其实很多时候他就只是想要 他必须度过这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这样 对 就是在那个当下 时间时空里面 你让他可以很简单的 整理一种思绪好吗 对 你不要让他真的 所以我才说 很多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 身旁的人 就是 你真的没有办法 解决他的心理 比较舒缓的话 至少你就陪伴 那是最好的 而不是一直在告诉他 就是说 你要赶快走出来 走出来 其实说真的 因为当下承受痛苦的是 那个当事人 然后你们所有的人 每次见到他 只告诉他走出来 可是他那个情绪都还 就是说 我说如果有三阶段的话 你们不应该每次叫他 就直接接受第三阶段 那他这个从一开始 第一阶段的超级痛苦 到第二阶段的 你要说沉淀缓冲击 你都没有给他 然后你永远只要他 直接跳到第三阶段 就是站起来 对 其实这是很困难的 是这真的很困难 其实这也做不到 对 而且当 假装站起来 对 甚至有些时候到最后 他只会逃避这些 想要假装 真的要帮助他的人 就是我在你们面前 我依旧表现坚强 好像甚至我可以吃饭了 我可以去上班了 等等的 但实际上他的心 是没有复原的 好 那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我要谈一下 都是如果说收音机旁的 你希望你未来成为一个 更适切 更能够帮助你身旁 悲伤者的话 那嘉裕刚刚有提到 这本书 他们有整理出来 就是应该跟不该 对 你去看一看 请你尽可能 不要去做不该的事 好 那最后就是 某些程度上面 梅根也希望帮助 因为他是 藉由他的专业 然后他也网络无国界嘛 他用网络也来帮助了 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悲伤者 对 那所以他事实上在自己的网站里面 也是有 他有一篇文章 其实也有收录在我们的书里面 就是有讲到说 你如何帮助悲伤的朋友 那这个网站其实 他也有收录 那这里面有提到几个 蛮关键的事情 刚刚有提到 像比如说 这个悲伤呢 他是属于悲伤的人的 那你最重要的是 当下的陪伴 还有诉说真相 对 那你也不要去试图修补那些 你根本没有办法修补的东西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我很有同理心 我帮你做什么 但其实很多事情 是你做不到的 你不要试着去这么做 反而会越来越糟 那你最好的话 你就是愿意可以见证 然后你也可以一起 跟他努力去承受说 这些强 他对他来讲 这些强烈的痛苦是什么 那还有其实他里面有蛮多点的 就一共有11点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最后里面有提到说 其实最重要还是爱 对 因为你无论如何 你对这个人 最重要的那个关怀 就是出自于你 不只是对他同理 而是你爱这个人 那你如果真的爱他的话 你也去试着了解他 像我们前面提到 你不该做什么 或你可以做什么 就是这时候在你关心的朋友 生命出现了这个伤痛的缺口 对 就陪伴他 那我觉得最后 我就还是回到这一句话 在你们的书封面也提到 悲伤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爱的形式 没错 那如果就是我们从来都觉得 爱不需要有一个极限 甚至没有量化的 对 那悲伤也是一样 但是悲伤不代表 他永远就是负面的 就算那个人可能已经怀念某人 二十年 十五年 这些 其实都是他另外一种爱的延续 好 今天再次谢谢远流的佳悦 谢谢 拜拜 三花的好 穿过就知道 内衣 我只选最好的三花百分之百 纯棉内衣 吸汗透气 触感柔软 好舒服 对肌肤的好 身体会记得 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 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叶 Sunflower 你心动了吗 5月24至27高雄国际旅展 华航让你心动不再错过 长城县每张机票最高折扣2000元 区域县最高折扣500元 别错过 日本超人气明星熊本熊 5月24 25与你相见 现场购票还有开票好礼 华航就你玩世界 亚洲一身郡之父 蔡英杰博士精心研发 畅明乐YMU013益生菌 是来自人体的母乳菌株 荣获专利和研究数据证明 特别适合国人的体质 每包高达600亿活菌 帮助消化改变菌耸生态 使排变顺畅 提升防御力 对抗哈琼和痒痒 面对季节转换都不怕 孕妇婴幼儿都能使用 索取免费体验包 0800-011-855 0800-011-855 金融曼哈顿 带你前往财富新世界 买名牌 开名车 住豪宅 环游世界 就交给全市场最专业的 阮慧瓷分析师帮您圆梦 给你最有爆发力的新题材 标股一档接着一档 有效率的资金运用 让你财富越来越多 立刻拨打 022362-8000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顾102年 尽管投顾新字第005号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今年大学学测五选四 造成同分者太多等候遗症 台湾大学教授王立生 担任理事长的国教行动联盟主张 考试入学分发招生名额 必须达到50%以上 甚至出现恢复联考的声音 不过教育部次长刘孟奇 今年表示 如果将考试入学分发名额比例 提高到50%以上 以现行绝大多数考生 都会报考学测来看 受影响者接近全体学生 个人申请的报名分发率 则会比现在奏减 可能只剩一半 降到25%以下 落榜学生会剧增 冲击非常巨大 刘孟奇也举例 台大各管道招进来的学生 是繁星推荐表现最好 其次是个人申请和考试分发 休退学率方面 繁星推荐的只有5.54% 个人申请6.79% 考试分发14.01% 个人申请比例 在107学年是45% 到108学年度提升到55% 显示台大更重视个人申请 而不是考试分发 教育部针对个人申请名额比例 会严格控管 但是只考分发比例 则回归大学自主 教育部不会控管 对于各界期待 学测也能鉴别高分群考生 刘梦奇表示 大考中心研究 把第15级分再细分为15 15A 还有15AA三级 部分家长团体建议 大学采取视讯面试 刘梦奇说 可以在离岛或偏乡地区 小规模事办 如果有资讯设备需求 教育部可以协助 纽约时报报导 美国川普政府又考虑 将中国企业 海康威视数位技术公司 列入黑名单 限制购买美国技术的能力 消息一出 海康卫视在路股 重挫9.6% 盘中更一度跌停 目前跌幅仍然将近6% 比起上证指数明显更弱势 海康卫视之前 已经因为国家安全考量 被美国政府列入 官方采购的黑名单 目前川普政府考虑的是 禁止海康卫视 购买美国的技术 如果确定把海康卫视 列入实体名单 就会跟华为一样 美国公司在与海康卫视 业务往来之前 必须先经过批准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美国官员会在几个星期之内 做出最终决定 一旦寄出禁令 海康卫视将是第一间 遭到美国惩罚的监视企业者 不过美国商务 不和白宫 现在都不愿意评论这则报导 海康卫视只表示 暂时没有接到消息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22点 来到10486点 成交值558亿元 上证指数下跌6点 成为2899点 深圳成分指数下跌29点 来到9058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点 现在27689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71点 成为21344点 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 现在2056点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 成为3188点 美中贸易战升级 Google宣布对华为发禁令 拖累了美中相关厂商 我国电子资通讯产业也受到拖累 尽管今天台股开高 不过外资还是持续卖超 以及汇出新台币 新台币仍然弱势 今天以31.465元 对一美元贬值0.5分 开出不久 就贬破了31块5 这是会赢人士 最近认定的心理关卡 最终贬到31.524元 兑换一美元 贬值6.4分 至于新台币 会不会测试32块价位 会赢主管表示 新台币的升贬 通常跟随人民币 跟韩元的脚步 自从5月5号 美国总统川普翻脸以后 人民币跟韩元贬幅 确实超过新台币 但新台币的贬值幅度 也已经不小了 除非人民币跟韩元 继续走扁 否则新台币 有机会落地整理 媒体报导 桃圆机场 为了配合国军操演活动 进行27号到31号 部分时段将关闭 05跑道 可能影响航班起降 不过军方今天澄清 军机操演全程 都不会影响民航机 国军第三作战区 指挥部表示 5月30和31号上午 参演机在空活动时 将实施空域管制 不过与民航局 和桃圆机场等 相关单位协议之后 已经调整演练时段 全程都不会影响 民航机的起降作业 今天各地大多多云道晴 东半部地区 局部短暂震雨 中午过后 西半部山区 也有局部短暂震雨 北部东半部 还有蓝雨绿岛 以及恒春半岛 都要提防长浪 东北季风逐渐减弱 气温逐渐回升 现在台北24度 台中27度 台南高雄都是28度 宜兰花莲25度 以上新闻 有刘迦娜编辑播报 大家好 我是光宇 每天很忙碌 你都怎么照顾自己的健康呢 我的养生秘诀 就是全球第一人生品牌 郑冠庄 120年来专精人生 聘请140多位硕博士研究 百分之百全程契作 确保品质安全无余 只为了造就极品 六年根高利生 这是自我要求 不妥协 不求洁净 120年的人生之道 郑冠庄 你老母 就是缺材败了 最哭笑不得的天才阿母 最效忠带累的故乡回忆 花甲男孩杨富敏 与北市国乐团 联手打造台湾歌剧 我的妈妈欠栽培 碰狗捧恰恰 最台阿母 吕雪凤 笑料齐发 五月二四到二六 台北中山堂 六月二九三十 高雄魏武银歌剧院 快打步上两厅院抢票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长韩国瑜 高雄最大 优惠最多的国际旅展来咯 五月二十四号到五月二十七号 在高雄展览馆展出 超多豪华丰富 优惠的旅游方案 接在我们旅行工会国际的旅展 欢迎四名朋友们一起来 抢好康的 大家好 我是卢广仲 唐宝宝有着先天性的疾病 跟身体障碍 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他们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把握黄金治疗期 给予专业的照顾 让我们牵起唐宝宝的手 陪伴他探索世界的美好 一块同伴 一份光怀 现在到全联福利中心 全台门市 就能支持唐市政基金会 早期疗育服务计划 给天真孩子 一个快乐成长的机会 天文前店 我还在节目当中 第三小时的阳光城 是我是小乐 准备开call in 我要送好书了 今天同样准备两本 我要送给大家 这一本翻译书 没关系啊 是悲伤啊 悲伤的 我把门打开 我先送上五班老师 安全那不入的新歌 让水倒流 是否变得太快 轻轻的爱不用太多 只要一点点 只要一点点就足够 真心付出 就已经拥有 时隔多年 是否能回头 人还满意 人还满满 人还满满 让你一颗心 总就有一个伴 我想问你是否 两个人 让爱情更简单 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 我大声的呼喊 是一个愿望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也许怎能够 就让水倒流 让小雨飘走 变成了白雨 回到蓝天 让枯叶纷飞 回到枝头上 一片新的旅 朝露晨光 让世间的远 可以从小过 经过了整梦 一了余生 就让水倒流 无本China Blue 睽違三年 全新的人生哲学的 新国语创作 让水倒流 现在听到是同名歌曲 6月21号要开始预购咯 下个月 再一个月左右要预购 然后7月11号 实体CD才会正式发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心付出 就已经拥有 时隔多年 是否能回头 人海茫茫茫 让你一颗心 总就有一个伴 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 让爱情更简单 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 我大声的呼喊 是一个愿望 我也知道 也许真能够 就让水倒流 让小雨飘落 变成了白雨 回到蓝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真能够 也许真能够 有些许真能够 让人想奔以 好 也许真能够 见到谱分之中 我意思是 最遭遇 伍柏的新歌 其实不要看伍柏是这么rock 这么飘龙的感觉 他每次演唱会自己说了 他前面一定要工业用的电扇 他才会自载起来 可是我觉得伍柏老师心思很细腻 就像他几年前都发行了好多的摄影书籍作品 那么有些时候在专辑里面的文案 他自己也会提笔来写 就像这张专辑他就写了 命运不可逆 但适度的反抗是必须的 人生不可逆 但灵魂的自由是必须的 好啦回到我的阳光选读 就像这个单元的片头 我就写到 何不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 真正身体力行的离开你的工作岗位 离开你现在每天居住的一个生活范围 但是你的心灵是可以保持自由的 书籍很多时候就可以让你先投入另外一个世界 那么说到阳光选读呢 来也邀请大家 成品这个礼拜有一些好活动 像5月25号礼拜六 下午的三点钟 他会邀请到这一本 我所受的伤心书分享会的作者 叶阳会来分享 在17号 17楼书区 5月25号礼拜六下午的三点钟 然后5月28号下个礼拜二 晚上的七点钟 有一场是百公里的人类学家 就是要护理照护 以及人类学的对话之照护的逻辑 其实这个也会提到 未来台湾已经高龄化社会 那长照2.0早就上路了 可是真的在护理照护这个部分呢 真的你会发现 真正你开始在使用所谓的这些社会福利资源的时候 他并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好好的照顾到 这些真的需要被照护着 也就是说身旁的家人们 你要付出更多的心力 还有在金钱的部分加油了 那当然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 来陈品呢在下个礼拜二晚上七点钟 有这一场百公里的人类学家 有护理照护跟人类学的对话 有兴趣的话17楼书区 那另外呢 陈品有新的分点 新的地点要开张了 今天今天是5月22号对不对 再等一下再等个一个多礼拜 6月5号礼拜三 早上11点钟 高雄的月城店要是营运了 那月城店在哪里 就在三明区那边民族一路 427号二楼那边就是新开幕的月城广场 在6月5号陈品的月城店 礼拜三早上11点也要正式市营运开张了 这对很多北高雄的朋友们 因为之前相关的百货收了之后 陈品就又少了一间 但是现在他们在北高雄 找到要设个新的据点 也希望来服务一下北高雄的朋友们 所以爱书的 喜欢去三浦时去陈品走一走的朋友们 千万别错过了 6月5号礼拜三 上午的11点钟 高雄月城店要开幕 好了看完了这些活动 我要来送书了 开放我们的Coin捐线 075351577 5351577 那今天第二小时呢 阳光选读选的这一本 远流出版的翻译书 没关系是悲伤啊 第二小时也跟我们远流的企划 沈家月 家月call out来导读了这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梅根小姐呢 她其实要你去了解 生命之中 我们一定会遇到悲伤这件事 那刚刚一直提到 悲伤除了它是一种形式之外呢 它也要告诉你 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战胜死亡 或者你没有办法把失去的挚爱 就是让他人说的 人死不能复生 那绝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 面对悲伤 你最终的目标就是把那一个人拉回正能量 正向的快乐生活 但是梅根德凡 他就是告诉你 还有一条更健康的路 也就是说当人处在悲伤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一直想着 我要好起来 我要好起来 我要克服 我要去学习 然后我要赶快让大家看到 我很快乐的那一面 其实他觉得这反倒适得其烦 这不是一个处理悲伤的好方式 反而你把悲伤压抑久了 你没有办法去直视悲伤的时候 你内心的伤痛 你一直以为 好像不去看那就会好 这是错的 所以他在告诉你说 不管是你可能面对死亡的爱人离开 或者说这些伤痛 悲伤的真相是什么 你应该要去了解 所以这一本书当中 他运用他的相关的专业领域知识 心理学的专业领域 然后跟你了解 跟你分享 他也是曾经是一个悲伤者 但是他更多时候 在他的专业领域上面 在他的工作上面 他是一个关怀者 他用这一本书 然后触发两种角度 让你去学习 不管你是想当一个好的关怀者 你的出现 还有你不要试图 在很短时间想要去修复些什么 因为悲伤从来就不是问题 所以你不要一直急着 跳出来想要收拾一切 然后想要觉得 赶快让你的好朋友 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挚爱 赶快让他的痛苦消失 他觉得这个方式不是很OK 然后不要急着一直安慰他 也不要做错误的支持 所以刚刚会跟家月聊到 就是他其实有很多句子 可能是我们在安慰的过程当中 会去提到的 但是那一句安慰的下半句 也就是一直在提醒着对方 你不要再痛苦了 你不要再痛苦了 可是面对悲伤者 正在进行事当中的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我们相关的言语 都是二度伤害 那当然悲伤者 你要如何来调试自己 你要允许你的悲伤 其实痛苦是失去挚爱的 一个正常反应 听清楚 没跟他提到 会痛苦 当你失去 伤 挚爱 会伤痛 这一切都是人很正常的反应 没有什么大不了 或许有些人觉得天会塌下来 但是这就是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过程 你需要让他慢慢的去理解 然后甚至让他自己去 面对他内心的另外那一块 悲伤的自己 没有什么叫正常 就真的可以恢复 甚至你觉得 痛苦是可以修复的 他觉得你不要一开始就试着 想要修复痛苦 他反而这本书要告诉你 你要学会照护 你生命之中的痛苦 好啦 同样准备两本要送给你 只要这两个月之内呢 你没有在阳光选读的 这一个单元之中 拿过好书的话 都欢迎你抠进来 都欢迎你抠进来 我今天题目很简单 其实也就是在你的生命之中 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你确实觉得非常的伤痛 你怎么度过 在那个当下你是 你发现你怎么度过 或者到什么时间点 你慢慢的可以再重新去 把刺剑伤痛 重新再看一次 我觉得当你可以再把伤痛 再重新好好的看一次的时候 某些程度上 那叫好了一半 也就是你可以直视悲伤了 来我要送好书了 零七五三五一五七七 五三五一五七七 想要获得这本好书的 或者说你希望未来 你也是一个很棒的关怀者的话 或者你可以在悲伤的时候 出现在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可以用更坦然的方式 而不是只是比较负面的处理悲伤方式 有的人过度酗酒 甚至沾染了不好的这些习性 是碰了不该碰的毒品 甚至有人在性爱之中沉沦 这个都很多 但是在那个当下 其实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到 人确实在面对伤痛悲伤的时候 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照护 去照护你的痛苦 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帮助 来我要送给你梅根女士梅根医师 她的这一本翻译新书 没关系是悲伤啊 零七五三五一五七七 五三五一五七七 你没有我一般的伤痕别提 伤的中心 我用早生故意 不想用心痛快 我去明天你说歌 这背景也别为了我的伤痛 叹息是多少眼泪 多少痴心衰 换这种第一 我用早生的心 是多少的眼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